今天教大家自制青梅酒 它的材料和做法非常的简单 它的口感酸甜爽口 据说去日本酒屋的朋友都会必点的这一款酒 如果你学会了在家也能喝到它 首先我们需要将罐子提前洗净 然后将它晾干 其中呢就把所有的青梅去地儿 这样用牙签敲就出来了 好顺便呢就选一选哪些不要的 好像这个样子有硬伤的就不要 好但是只是有一些很抓痕呀这些 像这种是可以留着的 全部都选好后 并且将我们的粒去掉后呢就加盐 让它洗一洗 这样看着确实像粒子 然后洗了的水就去掉了 接着呢就用盐水继续泡两到三个小时 拿一个尝试一下它到底是个什么味道 又酸又湿口 已经泡了两三个小时了 现在就将它洗净就可以了 洗净后呢就拿出去将它晾干 清梅量刚好后呢我们就把它铺在这个瓶子里面 我们的铺法是一层清梅 然后一层冰糖大家可以听到很清脆的声音 现在是放冰糖啊 我选的碎冰糖大家可以选大克的 也是一样的 全部铺好后呢要给它留一个空隙 然后就把酒倒进去 酒的话大概可以选择一些 就是粮食酒然后29度到50度之间都可以倒满 酒呢一定要盖过所有的清梅和冰糖啊 然后呢我们就把它盖起来 然后呢我用剩余的一点清梅啊 做了一罐子然后是用的大冰糖 这样的话也是可以的 然后呢贴一个清梅酒 好大功告成 好喝的梅子酒就做好了 但是呢它需要放在一个阴凉的地方 等待着半年时间 然后才可以喝到最好喝的清梅酒 如果大家特别特别着急的话 那可以将我们的清梅用竹签 或者是这样的一个牙签 多戳几个洞然后放进去 那么它可以缩短泡制的时间 三个月过后就可以喝了 但是呢它的口味有一点点的色口 所以说建议大家还是选用这样的整个梅子 不要去戳洞 因为美好的食物需要漫长的等待 大家一定要在半年过后提醒我 给你们录一期开封视频 你们还可以来重庆兑营一杯哟 好了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在我的评论区里留言哟 哈喽我会买鱿鱿鱼特殊原因 二姐只能在家里教你们做米酒 那也叫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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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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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我们是不是拿来晃动一下 好 接着呢就继续放着就好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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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一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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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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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妹妹已经迫不期待地在旁边赶紧地跑了 这个瓶子给我洗上 她好准备分球 烤箱开的100度烘干功能 不过你们家里面就是说 直接是上下炉 也可以直接开100度 但是这个瓶子呢 一定是要可以经过高温烘烤的 不然它会爆炸 开烫看 哇 好香啊 就是里面的一个酒香味呢 没有那么的刺激 也没有那么的浓郁 它是有一点淡淡的梅子的苦味 那很简单来说 就是你们小时候爱吃的那个化梅 或者是那种洋梅 那种感觉啊 那种香气 我觉得对于我们小年轻人来说 是比较喜欢的 好 那我们就看下一个 那这个酒呢 那这个酒呢是用的一个高度速的啊 是江珍老白干 然后它的一个味道呢 是有一股很香的酒气 但是呢 没有我们刚刚加进去时那个酒味那么浓郁啊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酒应该来说也是比较喜欢的 而且给大家看一下啊 我们的梅子 已经看 浇浇的啊 小很多了 我们刚泡的时候很大一波 因为我现在已经浇浇的 应该是把里面的一些肉的精华已经把它吸出来了 应该很香很香 好 看下一个 好 这个呢 我就不说了 因为在中途的时候 这个 青梅露就已经被我尝了好多次了 因为我很好奇啊 为什么它的这个梅子会这么的小 比刚刚这个小很多 给你们看看 小好多啊 这个就是糖全部腌制的 而且它的一个口感呢 确实没有想到 青梅怎么这么酸 它糖和青梅综合起来呢 就会没有那么的甜 那吃起来的话是非常可口的 甘甜可口的 可以加一点点水 那我们就把它倒出来 待会儿要用的所有东西呢 我们就要用酒精消毒毒 或者是用开水汤一样 现在我们就把酒倒出来 哇 这么大一盆 哎 突然感觉空了 泡了半年的酒就没了 好失落 现在咯 来看一下啊 我们全部把它倒出来了 你们现在能够猜得到哪一杯是什么酒吗 给你们三秒钟 给你们三秒钟 3 2 1 好 现在来揭晓答案 这一杯呢就是我们用米酒 也就是29.5度的酒 去泡的青梅酒 好 一会儿来尝尝啊 这一个呢 大家可以看看颜色可能会稍稍偏深一点点 但可能你们看不怎么出来 那它这个酒呢就是我们用的高度酒 将军老白蛋 泡的那样的青梅酒 这个就不说了啊 它是一个青梅露 看它的一个浓度呢会大一些 我应该尝一尝 就不干杯了 可能我就要醉了 看 哇 我觉得这个 我觉得我比较喜欢喝这个酒啊 这个酒 酸甜特口 并且它的一个酒味不是特别浓 我觉得比较适合我 因为我真的不爱喝酒 好 尝一下下面的一个 尝尝这个高度酒 少来一点 一会儿 嗯 你还别说这个高度酒泡出来 其实我觉得 没有那么重的一个酒味 刺激性也不强 我觉得这个也不错啊 这个口感也是我意想不到的 第三个呢 就不用说了 它之前就尝过了 嗯 酸酸甜甜的 可以拿来兑水喝非常好 现在呢 我们就把它分装出来 嗯 送你啊 这还不够啊 这还有啊 总的来说呢 这一个青梅酒 我还是比较喜欢 它的口感呢 是入口比较粘密 刺激性 酒的香甘醇也是非常的好 也是我比较喜欢的 那得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 嗯 明年我们再会制作这样的一个酒 可能量会大一些 但是呢 我发现这次 这一个酒呢 会有一些酸 像很多朋友们 或是长辈们 可能这个酸味大家都不太喜欢 那你可以再多加一点冰糖 啊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所以说啊 大家在啊 这期视频看到 我们量度的 这样的一个酒 得到了二姐的一个好评 那你们明年也要 试一试这样一个好喝 而且你看 送朋友 送家人也有面子 这样的一个酒了 好 这期视频呢 就到这里了 拜拜